而在大年初一有许多民众也纷纷都到庙里头来抢头香 祈求新年平安 而至于我们把镜头转到了南投 则是有上万名的信众奇俊一堂 为的就是领取连生活佛卢盛宴的开运红包 而今年红包里头是一张一块钱的美金 也象征佛眼可以慈悲众生 一万多个红包也吸引了不少民众排队领取 现场飞毫提笔写下如意两个大字 在新春送给众人祝福 连生活佛卢盛宴 在世界各地有超过五百万的皈依者 一生致力于度众生宣扬佛法 特别选在大年初一和信众奇俱一堂 为龙年祈福 一个字就是如 那么一个字是意 也就是说在今年当中 就让大家能够如意 完全心想事成 长长人龙挤满了整个会场 全都是为了向连生活佛领着个 内涵一张一块钱美金的开运红包 图案是象征佛眼可以慈悲众生 上万个红包 每个都经过活佛的加持 吸引许多信众 特地来排队领取 开春第一天上万名信众奇俱四庙 就是为了拿到开运红包 在新的一年祈求平安 更求个豪彩头 记者黄伟东 从附建城南投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